等一会儿啊 咱们叫吃的 先喝水啊 小二 我们祖孙俩人 你怎么放了三个杯子 他不是还站着座呢吗 也得算一份啊 老汉我活了七十多岁了 从来没见过 又好戏看了 花不起那钱 就别学人来这儿喝茶 小爷我啊 还没工夫伺候您呢 爷爷爷爷我好喝 我想吃肉包子 好好好 乖乖啊乖 小二 三份就三份 再给我们来一笼肉包子 行行行 等着吧 这小子果然是狗眼看人第一 既然这样 那就按计划行尸了 大爷 打扰了 我能一块儿坐吗 随意 随意 好 既然坐一块儿了 那就什么用 是是是 今儿这茶钱我付了 这 那多不好意思啊 路不平要有人产 事不平要有人管 你放心吧 这茶钱也不用我来掏 我会找人来掏的 找人 大爷 您先坐着 我先给您点几样小菜 上一壶酒 慢慢喝着 那感情 掌柜的 好 这位客官 又有什么事啊 点菜了啊 点什么 您这儿有什么呀 我这里煎炸炖炒 全都有啊 那就来一个吊烧锅子 交流丸子 爆三样 还有 对了 你们这儿有多少种菜啊 我们这儿有四十多道名菜 这么多呀 好 那就每样来一份吧 什么 全都上啊 那 多少人吃啊 就我们几个 这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啊 一切皆有可能 行了 掌柜的 赶紧上菜吧 怎么着 看我像是没钱的人吗 掌柜的 你放心吧 钱一定照付 请上菜吧 来 来 掌柜的 掌柜的 那会儿人 不会是来吃霸王餐的吧 一方万一 你马上找个人 到相付通报一声 赶紧吃吧 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小妹妹 来 赶紧吃饭 谢谢了 谢谢了 爷爷给你讲 掌柜的 来 点菜 还要下单 对 一模一样的 再来三套 你小子到底想干什么 踢管子吧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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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踢管子 怎么也得弄个百八十人吧 你看 就我一个人 怎么踢呀 你小子想找茬是不是 好 算你找对地方了 来人 在 给我狠狠地教训一顿 是 住手 干什么 这 这干 你怎么才来呀 我差点被他们打死 张大人 小的不知道张大人驾到 他们招呼不住 好 您见谅 既然这么说嘛 我觉得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这爷爷孙俩来这儿喝茶 你们伙计非得让他带来的母鸡 也算上一份 这算什么道理啊 张大人 咱们也是打开门做生意 都不能做赔本的买卖呀 好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把城里所有的公鸡木鸡 全叫来喝茶 都跟我来 都跟我来 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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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两句啊 不管你怀里抱的是 公鸡 母鸡 大鸡还是小鸡 只要你是抱着鸡 就请到里边尽情地吃鸡 分文不娶 请吧 快快快 来来来 走 走走 各位 各位乡亲父老 大爷大叔 大妈大婶们 大家辛苦了 好 今天凡是所有带鸡来的 都可以免费吃上 这么一大桌子菜 分文不娶 好 还有还有 如果这店家不坐这马来 那咱们就把这家店给砸了 砸了 张大人 张大人 您高抬贵手 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见怪莫怪呀 好 那我就高抬贵手 不过你要吸取今天的教训 别以为自己是相府的人 就高人一等 殿大欺客 欺负老百姓 看不起雄人 是是是 行了 算账吧 算一下这桌子菜多少钱 张大人 您登门是赏脸 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哪 那可不行 不收钱怎么行哪 别人会以为我以权谋私 以大蹊跷 吃霸王餐的 我告诉你 我这名声 可比这桌菜要贵多了 算账吧 这行 张大人 张大人 交给五十两吧 五十两 会不会太便宜点了 好好好 五十两 五十两 小二 带钱了吗 我也没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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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别担心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找人代付的 虎大人回谱 赵谁呢 闲人回避 哥哥哥哥哥 当官的来了 有人来代付了 走 五大人回谱 相爷 闲人回避 快听叫 快听叫啊 相爷 怎么回事 张少谷坐在前面了 张少谷 这地方很凉快啊 凉快凉快 五相爷 这么巧啊 也来海棠先喝茶吗 我说张少谷啊 这个俗语说 好狗不挡道 你坐在大街上 挡着老夫的去路 难道 你还不如一条好狗吗 这俗话说得好啊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我跟五相爷 天天同朝为官 如果说我是一条狗的话 那五相爷岂非也成了一条狗 五相爷千万别生气 开个玩笑 我是觉得今天啊 海棠轩的大街上特别凉快 所以呢 摆个凳子 想请五相爷呢 跟我一起喝茶聊天啊 对 五相爷不如过来一起与民同乐吧 老夫可没那个雅兴 陪你们 扔道 五相爷且慢 难道 五相爷娇生惯养 身娇肉贵 所以 做不到与我们这些老百姓 与民同乐吗 其实也没什么 但是呢 这件事 你看今天这么多老百姓在 万一传到皇上的耳朵里边 那可就不太好了 你放心 五相爷绝对不会的 老夫再身娇肉贵 也比不上你张大人天生天养 随处风餐露宿是吧 不过 老夫难得与你狭路相逢 又岂能看着你在这儿 这么寒酸哪 那是 那是 好 既然五相爷这么说 这么看得起我 好 那我就见贵宝弟海棠轩 请五相爷吃一次饭 喝一次茶 哎呀 哥 你这说什么呢 五相爷爱名如子 体贴百姓 况且又在他的地盘上 怎么可能让你花这个钱呢 哎呀 话虽然这么说 可是五相爷 我从来没请他吃过饭 这次一定要我请啊 有孔子远方来不亦越乎 五相爷绝对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你肯定花不了这个钱的 虽然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个钱 绝对不可能让你花 他怎么可能让你花这个钱呢 他绝对不 他怎么可能让你花这个钱呢 好了 好了 老夫听你们说我都闲啰嗦 不就请客吃饭吗 老夫请 五相爷要请客 谢谢五相爷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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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一共五十两银子 五十两 吃饭喝茶用了五十两 五相爷有所不知啊 在你没来之前呢 五十两我们已经花费完了 我们俩在这里吃了一顿饭 总共点了四十多道菜 你的管家精打细算一番 告诉我们正好花费五十两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问他呀 可有此事 是 那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好好好 好好好 五十两 老夫 到 张大人 请吧 还有一件事 你看 这些抱着鸡的呢 都是我请来的 按照海棠宣的规矩 人算一份 鸡也得算一份 所以呢 人加上鸡 一共是三十位 三十乘以五十 那就是一千五百两银子 对对对 一千五百两 让老夫请你 说的没错啊 五相爷说请客 还不赶紧谢过五相爷 来 谢过五相爷 好好好 老夫今天与民同乐 与民同乐 慷慨啊 回了我的照里算账 他会会账的 与民同乐